下一套,現在的興消息名字真是很搶的 那套叫做什麼呢? 我看這套沒有問題嘛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啊 真是自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十二十三個字 那套不是果然我看這套沒有問題嘛 不知道,這套我沒有看的,我剛剛沒有看的人 這套來看愛花,沒事的 又愛花? 今季愛花擔定很多大旗的 是啊,我有看的 不好意思,我有看的 唉,請啊 唉,你不是有看的嗎? 有,簡單的故事就是,男主角比企谷的 那他呢,就怎樣呢? 類似好像天煞孤星,就好像我自己說的就行了 他不喜歡群體生活的 那這時候那班主任,即是老師,就覺得 有啊,喜歡病發作,又不群隊又不離校 叫你寫一份什麼志願報,不知道寫什麼出來 誒,強制他扔了一個報了 那這個報就叫做事奉報 那事奉報呢,就是一個報員的 就是全校的優等身,即是雪之下雪賴的 那要他跟這個雪賴一齊 劇俠的問題來的,都是高財身 不理人,只是一個體學 要他們兩個去滿足這個事奉報的條件 去做一些事情 那類似故事的展開就是 那你不要理事奉報為什麼叫做事奉報 為什麼呢,我也想問 你當是類似像學員救援那樣 幫一些學生取一些奇藝人集證 是的,就是那類什麼來的 其實就是解決一些學生的奇藝人集證 他們有什麼困難,我們就幫他 那個理念上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當然啦,我先說第一集 因為第一集給我印象很深 因為第一集我覺得,他那個人物的素做取 男主角之外,另外兩個女主角 基本上都不深刻 我真的不太知道那個兩個女主角是什麼人 特別你那個不知道什麼雪賴呀 什麼鬼鬼....隨便 李大寶,是吧 文靖,憂鬱,是吧 但是,他的為人是怎麼樣呢 不知道,不好意思 所以,我真的看不明白 其實他的為人是怎樣 他說話又好像有少許毒蝎 但是又好像有些無所識從 我真的不知道她的性格是怎樣 你作為一套動畫,因為我沒有看原作,這套也不會吸引到我看原作 但你作為一套動畫,第一集你讓我看到的第一樣東西 首先是背景,不簡單,就是一個學員,你有一個時奉部 先不要理會她明明為何那麼醜,那麼醜的人懷疑 但是你裡面的部員,作為一個女主角,你是不是多多少少讓我看到她是一個什麼人 如果你說我完全觸摸不到她的性格,完全不知道她的自作風是怎樣的 其實我覺得很難理解,究竟她這個故事的基礎是不好的 其實第二集,她基本上都沒有解決過這個問題 第二集,女主角的性格各方面都不是很明顯 叫說稍微有些輪廓,就是這樣 很明顯是知道她是一個毒蝕,我只能這樣說 - 過星期大家說 - 是的,同時也都這樣說,女主角她有一個優點,她說很多東西是一心見血的 即她也不是說很單純,即是說她是一個理論派,她不是的 她會考慮很多東西,融合了其中 實際是包括一些感性方面的東西,還合出其中,再得出一個結論 但她就完全不會就你,她只會一心見血說的問題出來 因為她不說,一說她就一定會中 即你可以說這個優點,但是問題是說 在一個我在侍奉部成立這個部門的觀點媒體 即是一個人,她完全不會遷就人的,她一心見血說的東西出來 是否真的幫到學生呢? 這個我真的覺得質疑的 你記得第二集那個肥仔,被人踩到一萬不值 差點跌到她的底下,那你是不是解決到這個問題呢? 這個肥仔這次就說她喜歡得來,她夠堅毅 她說我一定要做到大事點點而已 喂,第二個不是的,軟弱的,一決不振的怎麼辦呢? 即是變相就變成說她第二集做完之後 其實我也還有很多疑問在這裏 究竟那個侍奉部出來是不是真的認真的? 還是那個老師本身是想陪著兩個學生呢? 那女主角本身她的性格又是怎樣呢? 除了一群見血之外還有些什麼可以讓我看得到呢? 那另外甚至是短髮,那個更加不知道做什麼 那個根本是打仗油,那不是女主角來的 但她OP出來,好像是另一個女主角 不,你知道她是女主角,但是始終你看到她 風面也有她,動畫風面也有她 最糟糕的第一集,你剛才說是阿傑依 她是第一集的事奉部委託對象 她說正主角你給男朋友 OK,你第一集的亂入路人 但問題只有第二集呢? 好像變成常主角色 是的,又沒有說到為什麼她常主在這裏 她好像不是入部務員,但經常黏在少布那裏 她男朋友好像沒有交代過 那你第一件事是怎樣呢?發生了什麼事呢? 不知道,不好意思 是很不清晰的,第三集我會認我未看的 我真的未看的,所以我不評價 但是我只是看頭兩集來講 其實我不太知道她在做什麼 但是青春喜劇呢? 我不覺得青春,很老實說 我會說她說你那個部分 其實有些是挺有道理的 問題就是她說你得來,有很多事情 你前設不夠清晰 你單純告訴你,理論是沒有用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整件事 而她發生的時候,發生了之後 然後你就在那裏說你了 說了一堆理論出來 其實這樣是 叫什麼?根基未打氣 叫做什麼?未學走才學走 那種感覺 有很多事情你是應該先做的 再不要說你清不清晰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她青春 因為學完,所以青春 但不是無敵的 大哥,你學完後 學完後是不清晰青春 就是這樣 全部都很青春的 第一集全部都很青春 應該說 因為最重要的是 我們剛才有無瑕都說過 男主角其實是平手足夠的 你看到她平時的言行 平時的作品品交給老師也好 她寫什麼自願調查也好 你看到她是一個很陰層 沒有任何青春喜劇可言的 一個很富裕的男主角 所以這套東西沒有說錯 她青春喜劇搞錯了 這是一個富裕喜劇 還有應該這樣說 因為始終男主角是 即她雖然都是第三生社 但男主角本身真的是個核心人物 有很多時候是用她的視點來寫的 所以她本身 她那個輪廓一定是最清晰的 但問題是 她說我自己推測 其實也不是推測的 大部份輕少說都是這樣 就說女主角肯定 裡面有些奇怪怪的事情 即可能自己有些難題 無論家庭好 心態好 要解決 解決了 才跟男主角有進一步的 即是感情關係也好 又或者有個友誼大約進 所以女主角的前設不清 可能都是這個原因 但是前設不清不代表 你輪廓都不清 即是兩樣東西 你可以大約讓我看到她是一個什麼人 那你再發展下去 所以這個我也是 始終我自己覺得 暫時來說 最應該解決的地方之一 那當然會不會第三集有改善到呢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你說一個角色的輪廓 不是說 需要坐下來 我們拿著本寶 說她是一個什麼人 不是這樣的 你可以通過一些事件 令到大家認識這個人 那至於第三集有沒有做到這件事 我暫時就不知道 等了 我們等第三集 是的